柯文哲如果進到北檢的話 他就出不來了 一定收押 100%收押 嗯 因為你講到被羈押這件事 我正要問 幫我們的哥哥公主嚇壞了 因為我正要問 因為昨天嘛 昨天一大早的時候 檢掉北檢兵分多路的搜索了 像是這個端木正 還有木可這些公司 然後漏夜偵訊嘛 所以不管是這個壞技師 這個李文娟就李師兄妹 那李文中是沒事了 被請回 但李文娟呢也都是交保 還要什麼科技電子監控等等的 昨天董長就已經說 他會被羈押柯文哲 可是沒有啊 目前感覺好像還沒燒到柯文哲這 還是說就算不是昨天不是今天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重要的新聞 今天早上有個重要的新聞 台南 台南第一件事 陳忠諺 你有沒有發現這事情很怪 我第一個想法是 蔡英文啊 對 而且不是蔡英文 賴清德 我覺得他擺出了一個陣仗來 就是我的愛將我都敢砍了 對不對 接下來砍藍砍白砍誰 你們都給我閉嘴 不要在那邊叫叫叫 不會有人敢叫啦 因為現在從我們的7月份國政民調 已經證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當賴清德在樹灘這上面 下手很重的話 因為即使跟民進黨的關係 漸行漸遠 他的民調都會往上走 變上次我記得好像跟你聊過這個事情 那這個現象已經出現了 而且我再講更坦白一句話 但賴清德當選之後沒有多久 在顧問完過9年的時候 有一天那個我們民進黨的 等於我的老兄弟啦 王信南立委 你有沒有印象 王信南從台南打電話給我 就跟我講說 我們大家要多幫賴總統忙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知道他的意思嘛 我說最重要就是 520之後的100天內 按照國際全世界的學者的分析 你一定要把民調衝高 因為你的得票率太低 你也在我們節目講 你的這個他的立法院又居烈勢 少數 這個雙少數總統 如果民調就衝不上去的話 你就完了 對白日民調 你給他的一個時間點 不是白日民調 100天民調 100天 白日不好聽是不是 白日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就是總統的100天 就是我們這個在美國的學者的分析 就是總統的100天 所以100天之類 他的民調往上衝的話 很重要 結果到了7月份 他就已經看起來就非常高了 那個趨勢就不能檔 那當然就是鄭文燦 然後當時我就跟王新南立委講 我說這個事情非常重要 後來大概每隔一兩個禮拜 剛好賴總統跟他見面 他就把這個事情說 啊梓佳要我跟你講 因為我請他告訴賴總統 梓佳要跟你講說 你這個100天的民調非常重要 他說啊 他麻煩你跟吳董講 賴總統很客氣啦 然後王委員也特別打電話跟我講 說他知道 他會努力把這個事情做好 所以我們開始的時候 其實政府高層啊 在520之前的心理準備 就是說這個民調100天之內 要衝到一個高點 否則的話他後面的這個執政啊 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 那目前執行方案 我執行的方法 我看 就是用樹灘來領導 整個的社會 整個社會氛圍 然後讓他個人的民調衝高 然後你看到上個月 個人民調到了53%嘛 然後民進黨的民調下滑 因為民進黨 要求刑事法庭重罰 對不對 藍檢在幹什麼 我講坦白的 我們不要談大架構 藍檢跟北檢在PK嘛 藍檢跟北檢在PK 兩個很簡單 上一個 我們的政部長原來在哪裡 政部長原來在哪裡 北檢 北檢之前 那個藍檢 藍檢 天下第一檢就是北檢嘛 那這個今天的北檢檢察長是誰 是以前的這個 應該不是屬於藍的D系啦 好不好 這樣講比較 講客氣一點 因為檢察官也沒有什麼系統 可是這個是王檢察長本身 他的跟過去這個 鄭文燦的關係比較密切 因為他曾經把鄭文燦的案子 牽結過嘛 對不對 那換言之講 如果說我是藍檢的檢察長的話 我一看到北檢可能會有機會啊 那可是我是北檢檢察長 我又怎麼想 我一定要表現給老闆看啊 就是求表現也表忠 也表忠哪個都有啊 對不對 我非幹不可啊 所以那問題很簡單啊 那怎麼可能會低於鄭文燦的規格呢 鄭文燦什麼規格 收他進見啊 所以一定要壓嘛 那我昨天在友台的節目上 我就講 我說不可能用這個木可 這個什麼做錯賬 假賬啊 什麼這些選舉的這個什麼費用啊 這類事情 來壓克文哲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是精華程 太小了 太小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昨天特別跟吳宗憲立委 兩個通電話 吳宗憲立委跟我的觀念 他也跟我很清楚的看法 就是說 昨天去搜索 去徵詢的所有對象 那個全案 都是屬於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可以緩刑 是的 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怎麼可能辦科文哲 辦科文哲 他一定認為說你故意是 你故意 你等於說你就政治追殺嘛 對 所以換言之講他一定要有個規格 要有一個犯大案的規格 那犯大案規格是什麼東西 就是三大案 那三大案的都是 都是無期徒刑 都是五年以上 就五年以上重罪 都是貪污 徒利貪污都重罪 就是貪污治罪條例 裡面的貪污 或是說徒利等等等等這一類的 那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認為這三大案 所以我昨天講一句話 我今天上午的 今天中午直播會講一句話 我說昨天辦這個 所謂的假葬這個事情呢 是虛的 那過兩天去押柯文哲 開始要約談 就是扣柯文哲人的時候 那是死的 可是今天昨天那個虛的 有個什麼效果呢 讓北檢的檢察長 搬回一城啊 如果昨天他沒有動作出來的話 那今天誰的新聞 全部是南檢的新聞 南檢的新聞 你看像今天陳忠燕 我們就沒有什麼反應 就沒有做啦 大家不做啦 全部在柯P身上啊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北檢都 北檢的能力多強啊 北檢從聽到這個事情 然後因為你也知道嘛 原來這個故事 不是昨天那個故事 原來的故事很簡單啊 那就是這個帳 我們已經在這個檢察院報過一次啊 而且也修正過啊 所以拿回來修正有沒有關係 可以的啊 所以我在禮拜六禮拜天 就已經聽到說 要由會計師來扛權案 定調了是不是 早就定調了吧 人找出來了 可是會計師不吞呢 看會計師原來的背景啊 也是很複雜的 對不對 他也是見過大場面的 他當然敢扛啊 可是感覺後來他 因為禮拜一上午 禮拜一上午 北檢開檢察會議 檢察長下面一天開始 要分案調查 那五年起 那就五年以下 那會計師嚇壞了嘛 五年以下還有一個 他調照 對 這整個關門啊 人生就毀了啊 所以 那這個會計師 所以本來會計師 沒有料到這個 本來以為說好 不是會計師 這不是會計師 黃珊珊 全部的主導者是黃珊珊 這會計師是 你說本來那個 朱國榮 朱國榮的財物嘛 對 會計師是朱國榮的財物啦 那朱國榮旁邊有一堆人 都是調查局的 那這些人其中有幾位 我 瑞敦也是我的朋友 我不要講 孤隱其名啊 是黃珊珊的好朋友 所以這個會計師跟黃珊珊 他們是十幾年 幾上十年以上的老友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很有默契的 你知道嗎 就是啊這樣沒關係 反正就是送到檢察院 然後你來扛 那要扛我行政措施 我最多寄扣點 然後這個事情就拿掉了 因為當然第一個犯的錯誤 就是戴力林出來喊冤嘛 對 那是第一個意外嘛 對 所以戴力林是第一個意外 然後最後補破網 搶救危機處理 是會計師出來危機處理 對本來講好了 我先說本來是不是講好了 都講好了 結果禮拜一開了那個記者會之後 不是開記者會 是禮拜一的上午 檢察長開了一個檢察會議 我們沒有人注意到這個事情啊 對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說 不是喔 是不是在這個記者會上 你這個民眾黨上下 禁總全部把責任推給端木正 那個是原來的劇本 我問你 如果檢察長不介入 他就是直接用電腦修改一下 再送到檢察院去做核備 然後把原來的案子撤回來 那就最多寄個過啊 那有沒有關係 這樣就說得通了 就合理了 要不然本來我們都 大家都以為說 顯然你沒講好 快信是反水對不對 對 然後你們沒有講好 人家沒有要對 講好了 結果檢察長 結果北檢介入了嘛 北檢一介入的話呢 本來這個事情是小事 而且是個行政處分 要被他做的好了 那難怪端木正不要啊 當然反啊 當然反啊 怎麼敢認呢 認不下來嘛 太可怕了嘛 所以這個問題是出來 所以這個是 所以那我從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如果北檢這兩天沒這個動作 那今天新聞是誰的 南檢的新聞 南檢的啊 陳中諺一定會談的 對不對 一定是陳中諺的新聞嘛 對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